字幕 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雷哥 現在我們人在苗栗車站 講的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這支影片也是我從日本回來之後 時隔兩個月第一次騎車 今天的目的地預計是想要騎到仙山 出發點就是在苗栗車站 自從騎完日本的那30天以來 片子的存量估計可以購我的頻道稱音年 所以出來騎車的動力就少了很多 最近也真的變混啦 看看這個臉頰 然後看看特別粥的這個肚子 就知道最近不只是騎的少 吃的也變多了 最重要的還是變藍了 以前我記得騎仙山的時候 是從苗栗直接騎下來 然後背著汽車帶 回程的時候再裝汽車帶回家 現在藍到什麼程度 因為最近搬到新竹 所以就直接從新豐火車站 坐兩鐵列車上車 連汽車帶都懶得包了 坐到苗栗 然後繞個明德水庫 先山一圈之後 回來 一樣就是坐這個兩鐵列車 直接從苗栗車站 坐回新豐就好了 從日本回來也是忙東忙西 忙著搬家 然後適應新工作 最重要的是因為新工作 需要用到汽車 所以最近也是忙著汽車駕照 最近考完終於比較有時間了 所以才有這個機會出來騎車 喜歡開日本片的車也不用擔心 那個日本片還是會慢慢更新 只是在台灣的車還是要騎 在台灣騎車比較有話題 有時效性的東西 這片子順位還是把它先上一上 抓一個段落 然後交錯 台灣日本這樣子上 只是觀眾可能就要適應一下 一下子騎左邊 一下子騎右邊 沒有逆向啊 放心 今天天氣其實沒有到那麼好 中午過後就會下雨了 所以今天只打算騎半天速戰速決 今天會出來騎的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還有一些土產 要拿給我的朋友 從新千歲機場買回來的薯條三兄弟 看了一下有效日期 哇靠 結果有效日期只有兩個月 再不拿給他就馬上要過期啦 所以今天就是 把這個土產拿給他 順便約他一起出來騎車這樣子 開場就先講到這邊 先出發前往集合地點啦 GOGO 會合了 把土產交給了朋友之後 現在 總算要出發 剛剛查了一下地圖 發現有一條海拔爬針更少 只用爬針300 就可以到仙山的登山口 好像叫喜愛隧道吧 根據現在我慵懶的程度 我們當然就是走那個 比較輕鬆的 比較簡單的 讓腳動起來 不然一直被蚊子咬 也不是辦法 好啦現在吃完了早餐 太久沒騎車 什麼東西都忘光光了 有沒有發現那個安全帽 這款式也不一樣了 這次出門連安全帽都忘了戴 真的太久沒拍片 很多東西都忘了 希望等一下不要連騎車都忘了 這短短兩個月的時間 已經胖了5公斤了 真的要開始收斂一下啦 不能再把日本 餐餐吃平淇淋吃到飽的這個習慣 繼續戴著 我沒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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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從零開始啦 現在這個不會騎車不會拍電了 安全帽忘了帶 體力下降應該也蠻多的 明明不用做功課、查地圖啊 然後背著大包小包之類的 車子最好還是至少 一個月碰個兩三次啊 等一下才知道 現在還好 現在還好 太厲害了吧 你幾公斤 我現在應該是七個八 那個有殺 有殺 對啊 重訓跟那個爬坡 就很像館長來爬坡 應該也不會太輕鬆 對啊 到現在我都不知道好了沒 人體就是這樣 受傷之後 感覺會慢慢復原 但是人家都沒有辦法好到一百趴 那要知道有沒有好 那就要去試啊 每次試一下 每次試一下就發現 還沒好那就算了 對 好 現在時間將近九點半抵達了仙山路透的全家超商 不知不覺剛剛就爬了三百 果然慢慢騎就比較輕鬆一點 比較 體感上 我覺得過得比較輕鬆 畢竟剛剛也是緩坡啦 等一下應該就沒有那麼輕鬆了 查了一下里程 爬到仙山靈洞宮 6.6公里 這一次是正上仙山 剩下的爬山里程還有520 算下來的話 8到9%左右 比起剛剛的緩坡的話 抖度是直接翻倍 之前有從仙山被上坡 下坡的時候有稍微體驗一下抖度 以前全力騎一個小時以內 應該爬得上去 但是今天不一樣 大熱天加上胖5公斤 我先預估抓了一個半小時左右吧 這一件賽馬娘的T-shirt 在日本買的是M號的 那個時候在想要買M號還是買L號 後來想說為了督促 督促自己不要吃豆胖 所以決定買了M號 結果發現 並沒有什麼用 想吃的時候還是會吃 希望飲食習慣 真的可以慢慢改過來 準備出發囉 應該也是慢慢爬啦 你先擠好了 我好 你先擠我 我換個相機 騎車是一回事 拍照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今天想說路線比較單純 因為就是一個仙山嘛 現在因為用360相機拍 所以我不用手轉鏡頭啊 往前往後 它會自動幫 不是自動幫你 是你後製的時候 你再自己拉就好 像這種景色比較單調的 一片綠油油的路線 我就會比較頻繁的使用 這種360相機 去做後製 就是視角的變換 一樣整個影片內容 不會那麼單調 因為我朋友 最愛騎得比較慢 這個挑戰的功夫 花的時間 後面騎得再快 都很難追上啊 剛剛沒有斷距 腳踏有點長 不行了不行了 手有點痠 休息一下 還是把相機架在前面 比較適合我啊 我只有練腳啦 沒有再做動訊 加上最近兩個月沒有騎車了 手部核心退化很多 先給大家演示的 這個是 INSTA 360 X3 的單鏡頭 面向我這一側的模式 跟全景模式相比 它各有優缺 像我一開始也是不會剪片 不會後製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會從全景相機去起步 畢竟什麼東西都拍到了 就是後製 再去煩惱再去取景 至少東西拍到了嘛 比較會拍 知道我要拍哪邊 拍哪個角度 後製會怎麼去做運用的時候 就可以嘗試使用這一個 單鏡頭的模式 後製也比較不會那麼費工 各有各適用的場合 怎麼還沒追上啊 羊停了多久 等一下喝水 快到了 快到黑暗的身體又累轉 一天要騎幾次啊 為什麼要騎幾次 騎一次不就好了嗎 對 但是特意的挑戰 一萬八那個喔 對 五月再舉辦吧 那個蠻夯的 這一段蠻適合的 就是爬升夠直接啦 然後沒有上上下下 今天時間十點半 終於來到了尖山 不知道為什麼我每次都把尖山的海拔寄成900 可能因為台山縣還有前面從苗栗市區到這邊也有一段爬升 所以常常會把總爬升跟終點的海拔搞混 反正爬到這邊大概也爬升了1000 等一下回去大概就是爬山漫以內就可以到苗栗市區了 等一下再爬一個彎喔 真的一個彎就到了 就可以到上面的停車場美食廣場 原本是戰戰兢兢多帶了一杯飲料 然後還有帶了一個小餅乾 但是看來是有點起人憂天了 台灣的氣溫跟日本的氣溫有差 主要是車子也沒有帶那個大包小包的行李 這個仙山的爬升500公尺感覺起來還算輕鬆啦 主要是剛剛中間一直在嘗試著一些新的相機鏡位 所以後衰的那一段喘起喘得比較大 還能爬坡啦 雖然爬得不快 希望拿掉了30公斤的行李之後 希望還可以重新的把這個肚子5公斤 這個特別都浮浮的臉頰 這一股肥肉給拿掉啊 也因為這一條正上先山的路之前 騎下坡的時候就稍微看了一下 滿適合騎車練車的 但是如果從拍攝的角度上面呢 其實我今天一找的時候我就知道 這就是一片綠油油的比較單調 所以一路上也有試著用不同的相機架設方式啊 全景然後平面模式交替使用 來摸索一下新的拍攝方式 剛剛沿途也有跟觀眾非常好康的分享了一下 我的各種拍攝手法 為什麼我今天會突然這麼好康的 跟大家分享我youtuber拍攝的秘密呢 當然就是因為還有更好康的東西啦 我的好乾爹 夏日優惠促促活動又來了 從6月1號到6月18號 Insta360的相機又進行了一系列的打折 使用我下方資訊欄的優惠連結 都可以優惠95折 各種相機不同的方案也有75折到95折之間的不同優惠 單鏡頭雙鏡頭模式都有各種不同的方案可以做選擇 像我自己也是從全景相機鏡頭開始拍攝起 到日本型的這一篇為了要節省容量的關係 也比較知道怎麼拍了 所以就比較頻繁的使用單鏡頭的模式 根據每個人不同剪輯習慣 都可以找到一套屬於適合自己的方式 這一次在沿途騎車的過程中呢 我是用X3來做拍攝 好啦 那我們話就不多說 肚子也有點餓啦 減肥的事情回家再想 現在我們先上去先生美食廣場 稍微逛一下 好啦 現在時間將近下午3點 今天可能一半的時間在騎車 一半的時間在吃飯聊聊天這樣 對比兩個月來說 今天算是有運動到啦 但是可能還是有點慵懶 就是出來運動啦 也蠻親近的 雖然現在好久沒拍片 忘東忘西 別安全帽都忘了戴 但是至少爬坡的這個東西 還沒有忘記 至於說今天的 確切里程跟爬升啊 不好意思不知道 那個Strava 這一次直接給我死檔了 從日本回來那個 價值觀啊 然後騎車的那個 進度安排 什麼的 全部都要再重新調整回來 不用像日本這樣子 戰戰兢兢 稍晚 溫差很大 該是時候給自己找下一個目標啦 不然沒有這個目標的話 很容易去牛排店 小火鍋店 冰淇淋吃到飽 把自己養得越來越胖 好啦 那我們這一次的仙山 從正面上 從苗栗這邊上仙山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啦 之前騎車也真的是有點瘋瘋癲癲的 有火車不坐 偏偏要從桃園騎來這邊 好啦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我也 Home 躺在些熱門 有個摩克斯 谢谢观看